各位觀眾P小組賀槍實彈來到新北三重的這處公廟 一下車進入就先找到暗門破門而入 裡面的嫌犯看見遠景到來都是嚇得好大一跳 只能乖乖配合趴在地上 並且當然查扣了點鈔機、現金、電擊棒等張證物 而一切會這麼順利的全市會在今年2月的時候 北市中山分局先是逮捕了旗下的兩名詐欺提款車手 在向上溯源 那我們聽聽聞聞警方的最新說明 本大隊於今年追查北部地區取款車手 提領之詐欺彰款流向 鎖定新北三重區一處公廟為詐欺水旁的據點 案件專案小組修正完畢 分別於今年3至4月份發動兩波查氣行動 查獲幕後具有幫派背景的張姓祖賢等11人到案 根據來詐欺集團張姓祖賢有組聯邦紅人會背景 透過境外的詐騙集團假扮成買家 匡稱需要進行驗證讓被害人付款 之後再由車手取款後把張款交回這個隱身 在新北三重這處專門拜三太子的宮廟 目前警方逮捕包含祖賢在內的11名成員 後續還要繼續溯源將整個詐欺集團給連根拔起 一樣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換棚內 大仔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